我是安哥 歡迎來到我的電影解說 絕密跟蹤講述一群動物為了逮捕罪犯 扮演各種角色在街上話啊話 最後憑藉新手運抓到犯人的故事 影片一開始 可愛的妹子 校舟用渾圓的大眼睛 盯著可疑的老頭 心想看我華麗的走位 整個街道都是我的伸展台 啊我被發現了 老頭上前搭話 踹了一腳想要逃跑 應對能力演技很差的校舟 說出老頭一路從地鐵車廂5號通道 然後從1號出口走人行道 再用公用電話通話2分鐘 並在電話簿上毀壞公物 來這個是被你毀壞的證物 然後又說出老頭在地鐵故意丟掉 報紙被人撿走的校舟 有超強的記憶力 能過目不忘 很適合當秘密追蹤警察 於是監視組組長的老頭 就讓校舟明天上班 回到警局的老頭 調查一起銀行搶案 發現這起搶案有縱密的計劃 不管是哪台攝影機 都沒有辦法找到嫌疑犯 原來嫌疑犯時出 太陽很大會反光 亮下攝影機 然後偷偷跑上車上安裝定時炸彈 引爆炸彈轉移警方交點 再趁亂搶劫銀行偷取大量債券 強盜A男貪心多拿幾包錢錢 耽誤時間被警察追上 然後肥宅開貨車幫強盜一火脫離險境的招數 拿到債券的嫌疑犯來到交易地點 這位插鞋大叔 也就是嫌疑犯的老闆 負責將任務交給嫌疑犯 工作結束後就會拿到大筆的錢 而就在這個時候 一籌莫展的情報組 找到相似肥宅身形的人 隔天校舟來到警察局 按照慣例每個人都有代號 松鼠 猴子 老鼠 校舟心想 你們的代號也太土了吧 梅花鹿這個代號 你們這些土豹子 哈哈 怎麼也沒想過吧 歡迎我們的新人 花豬 蛤 書好的梅花鹿咧 於是一群動物就這樣上路 扮演路人 攤販 乘客 騎機車 到處在街上找肥宅 俗話說得好 人有三集 校舟一集就忘記關麥克風 哗啦啦的流水聲就這樣放鬆 而這時校舟發現 身形微胖低著頭吃著熱狗 走路不看路 只看手機的胖子 於是老頭拾出一招 整條街都是我家 睡睡便便就繞到前面 再配合松鼠逼的 低頭吃棒棒的胖子抬頭 就發現只是長得像肥宅的普通胖子 這時 先一番拾出讓你全家斷電的招數 睡睡便便就進入大樓內 竊取重要機密 成功逃離 卻被旁邊的偷窺男看到自己的巴底 所以去找偷窺男算帳 兄弟算了吧 誰會開門啊 喂還真的開門啊 所以偷窺男就被插了兩下 就去見耶穌了 因為隨隨便便就被竊取資料 所以部長生氣氣的對電話筒發表 而這時走路路過絕對不能錯過的校舟 看到高麗寨在討債 所以拿著手機敲翻對方 及時出現的老頭帶走校舟 因為校舟違反監視者的原則 不能露臉 不能干涉任何事情 所以校舟被暫時擱置 本來以為幹完這票 拨滿盆滿的嫌疑犯想要退休 兄弟 再幹一次大的就可以讓你退休了哈 但是嫌疑犯並沒有理會要求 玻璃心碎滿地的老闆 派殺手想要手刃嫌疑犯 結果不拿刀子插個幾下 就可以結束的龍套男 被嫌疑犯反殺 嫌疑犯怕自己混不下去 所以嬌喘的答應再幹一次大的 解除激勵的校舟回到崗位上 反覆思考這幾天收查的位置 以及最後肥宅出沒的地點 找到最佳的位置與情報組的地點 一致的校舟 被派到街上溜達溜達 剛好碰到肥宅 於是動物門上演 大家一起來劍走 秀舟10秒變裝秀 然後鸚鵡脫尿 因為眼殘沒有看到對方 最後靠著肥宅走著走著 肚子很餓所以跑去便利商店 被松鼠拆到肥宅肚子一定會餓的繞勢 秀舟裝成時尚妹子得知肥宅家後 松鼠就在肥宅家附近安裝攝影機 而這時老頭接獲一樁命案 手法很專業 沒有留下一點痕跡 地上留下的壓痕讓老頭了解 當初偷窺男不只是偷窺而已 可能還發現屋頂上的嫌疑犯 這時從肥宅中的垃圾中 找到數字遊戲的校舟 發現數字遊戲的答案是錯誤的 經過情報組的分析後 發現這是證券大樓 然後老頭一行人跟蹤肥宅 來到秘密場所 經過電腦科技比對後 確認了其餘的人是牆匪的身份 在大樓內裝竊聽器的老頭一行人 知道了牆匪們的計劃 透過電話鎖定了嫌疑犯的行蹤 所以事先在證券大樓部署 早在大樓觀察已久的嫌疑犯 透過無線電竊取老頭一行人的對話 得知自己的行動已經曝光 又是通知牆匪們取消計劃 這通電話讓老頭一行人 鎖定了嫌疑犯的行蹤 早已布下天羅地網的警察 控制了城市的交通 引導牆匪們進入天橋 成功逮捕牆匪們 而老頭跟校舟分別在兩棟大樓 埋伏嫌疑犯 急速的腳步聲從樓梯口傳來 激緊的嫌疑犯 察覺樓梯口有動靜 所以跳窗逃跑 隨後老頭也追了上去 欸等等 其實可以走大門的 不必這樣虐自己啊 早已被情報組定位的嫌疑犯 來到橋邊下混在人群中 這時老頭回想起 案發現場看過這個人 於是兩人使出 我在後面走幾步 然後再換你走幾步 但是人數有限 所以老頭還是被發現了的招數 眼看嫌疑犯就要從眼前消失 然後松鼠假裝是警察想要調查身份 結果話太多就被插死了 難過的校舟只好在旁邊 嗚嗚嗚嗚的哭起來 嫌疑犯回到教育地點想要討個說法 我跟你 欸等等等等我都還沒說話就差我 成為老闆最後的遺言 難過的校舟突然想到 自己看過嫌疑犯的巴迪 所以一個人在街上亂晃 突然就找到嫌疑犯了 欸欸你這讓疑似的松鼠情何以堪啊 因為校舟的通報 讓本來想要放棄的老頭異形人燃起了希望 校舟一路尾隨嫌疑犯進入餐廳 心想 我這麼厲害怎麼可能被發現 呃呃呃呃呃被發現了 趕快鎮定一下 或是有魚不加有魚 這時老頭走進餐廳 什麼都不計就專門進男人臉的嫌疑犯 發現自己已經曝光了 所以拿了一把小刀就走了 自信滿滿的老頭追了上去 就被插了好幾刀 隨後校舟追了上去 卻發現自己根丟了 天啊 然後雨就停了 哦原來嫌疑犯在旁邊躲雨啊 兩人來到地鐵準備搭車 猶豫片刻後 嫌疑犯打算走小路逃跑 順走路人的手機 然後突然覺得此門有詐 打跟老頭異形人招逼買馬的校舟 被嫌疑犯當做人質 然後二話不說就拿筆插了嫌疑犯 欸欸我都還沒說話就插我 所以眾人開始在鐵路上奔跑 然後老頭突然出現 又二話不說開了幾槍 欸欸等等不是要說逮捕我之類的話嗎 所以嫌疑犯就去見耶穌了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二話不說的重要性 以及韓國可能很小 因為隨隨便便就可以找到人